大家好,我是威琳阿姨 中秋節快要到了 不知道大家醃鹹鴨蛋了沒有 如果你還沒有醃鹹鴨蛋的話 我想恐怕已經有點來不及了 因為一般鹹鴨蛋都要醃35到40天 所以今天我們來測試兩個快速做鹹鴨蛋的方法 看看他們的效果如何 一個是三天的冷凍法 另外一個是十天的觸泡法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這兩個方法做出來的成果有什麼不同 蛋洗淨放在蛋盒上 我這裡用的是雞蛋 所以大概冷凍兩天就會出現大裂縫 如果你用是鴨蛋的話可能要三天 在室溫稍微讓它解凍之後 就可以把殼剝掉 然後繼續讓它解凍到可以把蛋黃取出來 冷凍法的好處就是蛋白還沒有醃過 所以解凍之後你還是可以拿來做菜 現在已經解凍的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把蛋黃取出來 在蛋黃的表面覆蓋一層鹽 這個時候你要注意 只能夠醃一個小時 如果你放太久的話 蛋黃會變得非常的鹹 你沒有辦法吃了 一個小時之後呢 把鹽還有上面附著的薄膜都洗掉 瀝乾水分之後呢 我會放在外面 讓它稍微風乾一下 然後可以收到冰箱裡頭冷藏 現在我們來做十天的觸泡法 蛋殼主要的成分呢 是碳酸改 而醋裡頭含有醋酸 所以呢它可以把外面那一層蛋殼 稍微比較溶解一點 讓鹽分能夠快速的進入到雞蛋裡頭 我這裡是六顆蛋 用1比2醋和水的比例 醃過雞蛋 然後呢我把它放在室溫 大概三四個小時 你看已經開始有反應了 開始有很多的氣泡出現 大概半個小時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蛋殼上面那層表皮呢 你輕輕的一搓 它就已經開始脫落了 真的很有趣 在等待泡出的時間呢 我們可以來準備鹽水 水和鹽的比例呢 是100公克的水 對35公克的鹽 我這裡是400公克的水 所以對上140公克的鹽 鹽完全溶解之後呢 就可以熄火放涼 這是四個小時之後了 非常多的氣泡 拿出雞蛋倒掉這個醋水 我並沒有特別去洗這個罐子 或者是雞蛋 因為我希望雞蛋殼上面 還是保留一點醋在上面 倒入冷卻的鹽水 如果冷卻之後 有一些鹽的結晶 又出現的話 那你就把它加到這個水裡頭 沒有關係 加入一顆八角 增加風味 加入20CC的藍母酒 或者是白酒 裂酒裡面的酒精呢 可以幫助蛋黃出油 蓋上一個小碟子 以防雞蛋浮在水面上 蓋上蓋子 密封10天 這一罐呢 是我幾天前已經做好的 唯一的不同呢 就是我把醋直接倒到這個罐子裡頭 跟鹽水一起醃了10天 你會發現蛋殼都軟化了 就直接把它撥開來 就可以取出蛋黃 這樣的做法也是可以 可是你的蛋黃會有一點點的醋味 現在我們來比較這兩個方法 所做出來的鹹鴨蛋 左邊偏黃的是3天的速動法 右邊呢偏橘的是10天的醋泡法 這裡是我把這兩種鴨蛋 拿去烤了5分鐘之後呢 我發現3天的速動法呢 它的雞蛋烤好之後呢 會變得偏黃 而且呢不太會流油 而且很容易變形 那10天的醋泡法呢 真的就很像外面賣的這個鴨蛋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做點心的話 可能還是要用10天的醋泡法比較合適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視頻 請幫我點贊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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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 M